大家好,我们今天来修一个微波炉 格兰市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故障现象 我们启动 听声音是正常 但过一会儿会爆一个故障 我们稍微等一下 过了15秒 爆了一个11故障 那么这个微波炉内部肯定是有问题 我们来检查一下看 现在这个微波炉拆开了 我看一下这个微波炉是一个变频的 它和普通的微波炉有点区别 它这里没有那个大变压器 然后这里是一个变频版 它这个变频版的原理就是 怎么说呢 生压吧 和我们这个老式CRT的电视的高压包 那个地方差不多 然后它这种故障 要么就是持空管的问题 要么就是这个变频版的问题 那么这个持空管 我们首先可以测量一下 它的灯丝和灯丝堆积的阻值 如果这个正常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变频版拆下来 大概的测量一下 因为这个也是没办法直接判断它是好坏的 除非是非常明显的故障 如果这个板子拆出来测量一下上面的一些元件 比如说这个IGBT整流桥这些RG管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持空管拆下来看前面是不是有烧毁的痕迹 要么就是带换一下这个持空管 好那么我们先把这个持空管的这个灯丝把它拔下来 好我们首先来测量一下 它这个灯丝的阻值 0.7欧 基本上是正常的 然后我们测一下它对这个壳子漏不漏电 不漏电 那么这种情况来我们就把变频版拆下来 大概的测一下变频版上面的一些元件 好这个变频版拆出来的 里面就是这个结构 这些二级管 这个上面的功率管 整流桥 通讯的光楼 这二级管 刺激的高压二级管 我用这个指数外表也测了 都没有问题 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只能怀疑是这个东西问题 这个东西就需要代换测试了 那么我们还是先把这个东西把它拆下来 看里面有没有这个明显烧坏的这种痕迹 有的这个天线头打火了都看得到 这个变频版的初步判定它是没什么问题 好这个磁虹管拆出来了 我们看前面这个天线头的没什么明显的问题 但是我们看这边 它把这个磁环都烧炸了 基本上可以断定的就是这个磁虹管坏了 这个磁虹管是一个变频专用的 它和普通的不一样 而且这个买来比较贵 所以说这个东西现在就要跟客户沟通一下 需不需要更换 好沟通之后的这个客户的还是要维修这个微波炉 我们这个原动的磁虹管买回来了 我们现在就要给它换上去 我们再来进行试剂 好我们新旧对比一下看 这里边两个磁环都是完好的 这边两个都已经烧破了 都烧裂了 好我们再把它装上去 好这个磁虹管换好了 我们微信微波螺丝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盖子盖上来 简单的上一颗螺丝 不用全部上 但是我们要把盖子盖上来 我们放的位置里面有点水 是凉水 放里面 我们再插电 之前是工作15秒它就停了 我们直接开机 30秒 现在已经15秒过去了 没有跳 应该是没问题了 马上时间到了 我们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开 热了没有 水也热了 那么就修好了 这个微波炉 我看到了 我说 我不知道 有什么